簽給他 簽 後來給阿馨 可是妳現在跟 憲哥這邊的合作 還好嗎 我們沒有合約 妳確定沒有合約 我們沒有合約 我們是真的好嗎 要跳槽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三子晴 丫頭 對 丫頭 但是30%會被挖角機率 有3%我都翻臉了 沒看到妳了 因為我看 怎麼會突然擋我 太意外了 就有一些事要跟妳 想跟妳聊 妳該不會是想要加盟 我的飲料麵吧 哈哈哈哈 開玩笑 妳瘋了 那我去加盟NO哥還比較實在 我會不會加盟 我們的飲料也很好喝耶 NO哥看起來比較厲害 好 好啦 我們講認真的 嗯 怎麼了 妳現在在憲哥那邊用 很好啊 這怎麼說 因為我讓 現在不要先進來吧 我們最近已經很 看憲哥要不要簽我啦 我願意啦 你來我們這裡一定用很厲害 OK 等一下 因為憲哥有換 妳啊 還有 憲哥好 妳們東西還蠻多的耶 對啊 蠻屌的 因為我看憲哥 憲哥後來整個是到妳們那邊 算妳們的第二孫 妳也是啊 對 妳以前 我應該是第一名的孫 妳以前在那個什麼 黑社會幫我喊 我覺得有點沉 因為妳被其他人壓著 太多人了 太多人了 後來現在去那邊 妳們算是憲哥的 一姐對不對 妳算一姐 因為我算第一個簽進去的 哦 對 可是妳那邊後面 憲哥有什麼計劃跟我們做嗎 計劃 對 我不是一個有計劃的 蛤 不是嗎 不是這樣嗎 不是因為 不是嗎 因為憲哥他是幫你們找很多工作進來 早上會再跟你們去 因為他沒有那個時間去想很多 他太忙了 他太忙了 因為他 你很喜歡 對 我知道 沒有 就是 因為你們那邊 我看你們那邊東西很多 因為我最近 其實我最近在跟鄉親音樂那邊在合作 要談一些東西 鄉親音樂 你知道鄉親 我知道 五月天 五月天那邊 因為阿信那邊 他接下來不是 他不是說他只要出 他們只出十張專輯 那他會想 他們十張專輯後要做什麼 因為台灣現在音樂的 音樂的地位有點 有點遙遙可期 快被 被香港或者是大陸追過去 他們希望為台灣的音樂 付一點心力 很有心 對 那可是因為現在台灣有個問題是 你不覺得台灣的女團 女子團 自從SH之後 都沒有 對 然後阿信希望說在台灣這邊 能不能培養一些新生代的女子團隊 很有假的 對 然後阿信自己寫歌 他自己 反正就是詞曲他都會寫 那他希望把這東西能夠 帶到整個中港台山地 叫他試唱兩句 他提到了 可是他就是 可是阿信他不知道你會不會唱歌 對 可是 我可以唱給他聽 我超愛加加酒 等一下 我錄下來 你唱一個歌 加加的歌我會 加加的歌 等一下 他的歌 加加酒 好 我錄下來就講 好 來 你唱 那清歌少 對 反正我等一下唱到阿信 來 你唱了嗎 好 我們是真的傲慢 我想問我自己玩 愛不是像搬家家就 想忘就忘 像美心一樣 等一下 太棒了 就是 我覺得還不錯 真的嗎 我覺得不錯 你覺得不錯 因為其實他要的是 很真的聲音 像很多歌手進度 會一直用修嗎 對 電腦又用 我也是修出來的 對 那 反正這東西專輯是 四首歌一定會有 那阿信他會寫 然後他會找一些 可能JJ也會幫忙寫 因為JJ結倫 他們都跟他 都跟他 對啊 反正金曲正能幫他做 他希望一泡打響 天啊 我師父很樂透了 就一泡打響 可是 就有一個問題 因為你也知道商品公司 我們現在剛剛都要 簽全經濟一約 沒有什麼 經濟一約 長賓一約沒有 他就是 因為他一張專輯下去 我至少 我花個五千萬下去 我不能五千萬丟下去 就 就被憲哥找出 我跟妳想幹嘛 一定要簽 就是簽全球經濟一約的 對啊 就全 全球的 全經濟 對 就全部都要給 阿信就給 可是你現在跟 憲哥這邊的合作 我們沒有合約 你確定沒有合約 我一直都沒有合約 我沒有簽經濟約給他 我只是簽了 我只是簽了 生前契約 就是我活著之前 都是他的 哦 所以你活著 我都沒有經濟約 你活著憲哥的人 就對了 對 這樣 那我這樣 這樣可能很難合作 啊 可是我沒有經濟約耶 我只是生前契約 反正我覺得你全部的合約 就要簽給阿信 那你想一下 能不能要不要合作 如果你確定要合作的話 我很便宜的 專輯名稱要告訴他 有誘音 其實專輯名稱 阿信有想過 那那時候有首歌叫 隱形的翅膀 不是很紅嗎 對 我會唱 超紅的 那個 因為那個 作曲重點是 Tina Tina姐 Tina姐以前也是幫我們寫歌的 然後這個專輯 他可能也會幫我們寫叫 隱形的 他寫的歌有好好笑 弱勢吧 隱形的墨勢吧 讓我寫啦 好好笑 雞雞叫 雞雞叫 真的很高興耶 然後 他的主打歌叫雞雞叫 Tina寫的還是 這個是Tina寫的 你自己的就是Tina 然後Tina昨天把歌詞 有稍微傳給我 然後 Tina希望曲 是由你自己補 對 然後你看一下這個歌詞 你能不能自己清唱 你知道嗎 是Tina寫的 自己看啊 Tina寫的啊 好 歌詞這樣它唸出來 唸一下 你要唸的感情 因為歌唱老師 不是說你要唸出來 有感情就可以唱 你唸 唸看 雞雞雞雞雞 這就是我的娃娃 你看 完全是你的痛 不要你的娃娃 呀呀呀 對 拔光毛 坐鑑魚龍衣 有鴨魚耶 對啊 好啦 問他 願不願意跳槽 重點是你要不要 簽給他喔 簽 後來給阿信 當然要 這是我的機會耶 我可以確定 那我就讓阿信跟憲哥聯絡一下 不要反悔喔 對啊 那會不會反悔 不會 先不要把我唱的傳給他 你跟他說 我還沒 我還沒接賞 你沒看 好 好 叫他上來 對啊 阿浩啊 怎麼會 你竟然答應了 怎麼會 答應了嘛 他都沒有問細節 真的假的 那原因只有一個 就他太想要當歌手了 太想要當歌手了 想要圓夢 可是他 帶到人都被人家擺太快了 而且會說他想要主持耶 就變成是兩邊都不一樣了 丫頭竟然欣然接受 而且你丫頭還說不能反悔 三子氣 有 你怎麼可惜你啊 牽入相信音樂 怎麼了 要跳槽啦 來不及了 來 你回家 起來 起來 你試怎麼樣 人家幫你出唱片 不要反悔啊 你這樣相信音樂 那你不相信憲哥啊 我不相信啊 你怎麼會這樣 不是 你看 老大都幫綠茶出唱片 不幫我出耶 我要怎麼相信你 綠茶那是我在騙他的 好 那你騙我一下好不好 當時也是真的憲哥發燒 不是 他是阿信發燒 不是 那你的聲音就是這麼講 你知道嗎 這麼講 對社會已經有貢獻了 不用再唱歌了 我想要發一點歌 讓大家聽了可以回去好睡覺啊 那如果真有人幫你出唱片 你是真的想出嗎 我真的想出 你已經拒絕我三年了 他真的有這個夢想 他真的想出耶 憲哥 好 要不然我跟對方談一下 真的嗎 不要相信音樂嗎 那你幹嘛 不是 你問他們 適合做唱片嗎 笑而不答 笑而不答 但是我們在別的 我們要找到自己擅長的地方嘛 對啊 反而就不出唱片啦 沒關係 不要 那就出單曲好了 我還是沒忘了 我還是沒忘了 開玩笑 後來我真的夢睡了 沒有 有別的夢嗎 講什麼 跟綠茶合唱 你不確定 這樣可以看嗎 不然希望歌也可以 那就是考驗各位觀眾的耐心 對 家家的 人因為有夢想而入 對啊 你不要放棄 有什麼願望你就跟憲哥講 總有機會玩 好 我回去想要講 你是 你是就放棄哥講 喂 你放棄 你才去放棄 走 有什麼事 警方 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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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